著名字 我覺得會入選 當然概念一定都是非常有趣 回到作品就是在技術跟材質上面 要講出它的特點 跟一般市面上有一些什麼樣的不同 以皮革的運用上面 也許可以廣泛地使用 肢肉混合個肉等等的嘗試 甚至在细部的修整上面 大家应该多多画一些形式 比如说收编的方式 是编油还是折编等等 我觉得要考虑到的是 重量跟结构 物品跟产品的 它的那个重量跟它的那个停度 要用什么样的工艺 或者什么样的材质 让它能维持它的线条 我看到很多作品有用到 拼接堆叠 有用到很多比较大的volume 比较大的线条 那你就要去考虑到皮革的厚度 是否可以呈现出 你要的一个轮廓 那在鞋子方面 如果你今天带来的鞋子 没有办法站的话 对我来说 那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设计其实是要是实用的 一个好的设计 不是一个艺术品而已 是否有一个轮廓的 是否有用到 是否有用到 第二个轮廓的